当你懂得拒绝别人的时候呢 你也学会了爱护自己 当你习惯了被人拒绝的时候呢 说明你已经成熟了 人生不是用来讨好别人的 现在呢我跟阿布在史外的一家咖啡店 所以等会我们说话的时候啊 可能会有些噪音 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小声一点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哦 但是我们的主题今天很吸引人 如何拒绝这门艺术 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呀 就是一直告诉我们 哎呀要帮助别人呀 帮助别人就是一种美德 思想品德课上也是一直在说呀 就是你不要拒绝别人 人家是要请你帮忙呀 但是你有的时候 明明自己感觉我不想帮呀 但是又不好意思去拒绝 为什么我们害怕去拒绝别人呢 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教育 我觉得是挺有关系的 长时间养成一种习惯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拒绝 我们曾经看过一期文章 就说拒绝是一门艺术 就说如果把一个正常的一个行为 当成艺术的话 说明它就是不常见的 道德绑架呀 道德绑架 然后就是利用你的不好意思呀 然后一种心理 讨好人的心理 对 怕失去的心理 然后怕被别人拒绝的心理 对 怕被别人诟病的这种心理 都会造成这种影响 让我们那么长时间 学不会拒绝别人 所以你就会觉得 有的时候你可能心甘情愿去 就让别人满意 但是最终的结果 你发现一种别人对你有感恩 另外一种就是忘恩负义 有吗 或者是违背了你的内心的一些东西 其实有时候我们学不会拒绝的话 别人舒服了 让你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对 就是有的时候呀 我们还是出于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种 想要帮助别人 但是事实上 在国外的话 很多人 你看到老外 他们就是很习惯 很直接的去学会这个拒绝 但是我们受到的学校的教育 家庭的教育也好 就拒绝别人是不太好的 不太有礼貌的 必须自己很委屈了 自己很难受了 也不好意思去拒绝它 你看我们中国人 尤其是说比较内敛啊 比较含蓄 其实也跟拒绝别人有直接的关系 如果别人对你的要求是比较过分的 其实完全我们可以拒绝 比如说借钱这件事情 拒绝借钱 是早年间人们是不会拒绝的 那最终的结果就是 反正你借出去的很多钱是要不回来的 因为你不好意思 然后或者是说你根本就是你借别人的钱 然后借给了另外一个人 那最终你要承担这些东西 承担这些东西最终造成的还是一个信任危机 你看现在不懂拒绝你 我觉得影响挺大的 那好朋友变成仇人 你不懂拒绝的话 如果你别人求你做三件事情 你完成了两件 痛痛快快答应了 最后一件如果你完成不了或者是做不到 那对方就会有一种心理 两件事情都给我做了 最后一件事情你居然不帮我 你为什么不帮我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那么最终的话 对方的情绪影响到这个拒绝别人的人 他心里会更不舒服 他潜意识地觉得 这个有可能这个朋友我要失去了 有可能亲人 有可能是恋人 也是因为道德绑架 所以让你难以去拒绝别人 可能也会影响到 就是你会担心影响到彼此双方那种关系 但这个关系不仅仅限于这个利益金情的关系 也有可能涉及到你们之间的那个感情呀 或者机会上工作上呀 这种各种的一些关系上 所以会有这个担心 也因此呢我们会害怕 我曾经也有个很奇葩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有很多粉丝嘛 想要加我微信 但是呢 就是有一个很奇葩的人 聊了没几句就要问我借钱 而且很直接明了的就是 哎 借我 你给我转多少多少钱吧 我在想 我跟你熟吗 就是熟的人 你也得问我 问一下原因吧 对这样的人 我就不礼貌 然后就 把他那个拒绝了 因为我把他那个删除了嘛 他又加我 还是拒绝 结果 他三 第三次再加我的时候 就骂了很多难听的话 就是加你的时候 不是你要添加好 要留言嘛 就写了很多难听的话 就是一定要会让你看到 他可能才会心理踏实 哎 这样的人心理是什么样的心理啊 为什么要学会拒绝 拒绝的原因 无外乎是当你帮了别人的时候 你不舒服 或者别人提出的要求跟条件 过于的让人觉得毁三观 说句难听话有点忒不要脸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 就是在拒绝别人这个行为的一个边界 在什么地方 对 到底什么样的是可以去拒绝的 如果当你帮了别人 如果最终的结果是 你感觉到不舒服 这类事情就一定要学会拒绝 对 拒绝 我到后来拒绝的次数是比较多的 虽然看起来现在好像朋友很少 但是你觉得你朋友很多的话 那么你对朋友的定义是出了偏差的 因为真正的朋友 不会真正的跟你说提出过分的要求 让你觉得不舒服 对啊 朋友之间是不会这么做的 让你不舒服的一定不是你的朋友 所以你想通了这一点 首先你就想拒绝了 那么如果你尝试说不的时候 有人给你借钱 不是所有的情况你都不借 但是很多种情况你自己加以分析的话 不借的话你发现你跟他成不了仇人 你可以跟他不做朋友 但人现在成了仇人之后就会给自己心理造成很大的负担 因为他会骂你 让你不舒服 因为对方没有道德底线 但拒绝了之后他只好再去找别人借了 这就是被他人道德所绑架的这一种啊 这是没有底线的 还有一种就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 就自己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 然后也可以很好意思的去玩具 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吧 在你力所能及的可以帮别人的情况下 挑选的去拒绝 有人愿意去吃饭 没有任何理由 不是说吃饭这件事情不好 是这件事情它会不会耽误你的时间 会不会打乱你自己的安排 如果会 你可以权衡一下这个吃饭的必要性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不讨喜的事情呢 就这件事情它给不了你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拒绝的话 当然中国人不善于直接了当拒绝 别人请你吃饭 就说对不起我不去 那你就说对不起我有事情 如果让别人以后也不再叫你 或者你将来也不想跟他一起吃饭的话 你可以告诉他 理由就很简单 我不想出去吃饭 那如果你要愿意来 我又不想接待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我不喜欢家里来人 就是可以直接老大说 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虽然对方也会觉得 你不买账不领情 但是我为什么要买你的账呢 就是你对我的重要性有多大 就是虽然我们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要衡量价值 但是朋友之间一定是要有意义的 不然的话你拒绝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拒绝一些该拒绝的人 就是说不 说一次第二次就能讲出来 除了就是刚刚说的没有底线呀 道德绑架呀 还有一些东西我觉得 你可以拒绝的 就是不能帮助别人成长的 就是你一直在帮他 但是事实上 其实这些事情 他可以自己来处理 或者他完全可以 有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做到 但是他很依赖于 或者很习惯于 因为有一些人 他真的很轻而易举 就会说出 这个你帮我做一下吧 或者有的时候就有人 你帮我拍个视频吧 我觉得这个构思是什么呢 我会想很多 但是我觉得对方好像想到挺容易的一件事情呀 这样的一些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模式呢 我觉得这还是跟人的底线和三观有关系的 我们所拒绝的人群 基本上都会是一些没有什么底线的人 或者是三观跟你不同的 又或者是脸皮厚的 脸皮厚的 脸皮厚这一点就是 对方会特别好意思要求你 他不是请求你 他是要求你做很多事情 就是说哎呀小F你 反正你是干视频的 编视频的你 我这有个什么东西你帮我编一下吧 我想了一下为什么人不会去拒绝 就是我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以前 我为什么不拒绝他 是有可能我会觉得将来有一天 我会跟他有一些联系 有一些交往 不想破坏这份友谊 但是当对方提出一个无理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 应该判断的是 他是否值得成为你的朋友 如果不值得的话 你就会学会拒绝 你就不会想 啊我会不会得罪他 如果你得罪他不在乎 那你就肯定会拒绝的 如果一个频繁给你借钱 又不还钱的人 为什么要不好意思呢 通过拒绝这件事情 还是能让你筛选一些朋友的 拒绝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找到 彼此价值观念相同的 然后也可以找到彼此可以信任的 还有大大的 我觉得也是节省了很多次的时间吧 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无效的社交上 要应酬啦 要吃饭啦 有的是不好意思 从小到大的闺蜜 因为真正的好友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平凡的见面 我说阿布你肯定有这样的朋友 对不对 不需要很平凡 但是你一有困难 我觉得他一定会挺身而出来帮你的 所以借给我钱的 给我很大帮助的 从来没有跟我借过钱 也从来没有寻求过我的帮助 对 那么这个是一个 它是一个循环的 找你借钱的人 永远都只是跟你借钱 就是麻烦你的人 永远都在麻烦你 所以如果我们要清楚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就很正常了 很正常的就能说出拒绝的话来 就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借钱 我说你不是挺有钱的吗 为什么要跟我借 他说了就说你又不缺 这第一句话 我当时就有点 有点懵 十几年前吧 后来他说 是这样的 我那个存的是定期 如果我取出来的话 我的利息会损失 天呐呀 只有你存定期吗 这个你无法忍受 可是你想想 为什么他会跟你说 他不会跟别人去讲 因为他认为你不会拒绝 那他为什么认为你不会拒绝 因为你平时就很好说话 你不在乎 所以他就会找你张嘴 他认识有可能一百个人 有可能他会试一百个人 那总会有人不好意思给他 肯定的 那最终谁不好意思 那么他们两个人 几乎就会成为仇人 我们可以不找不和人做朋友 但是成为仇人的 就没这个必要了 你想他三观都跟你不一致 你看这样的人心里没问题吗 极有可能就是一个隐患 所以你第一次的没有拒绝 最终造成的 不是你失去这个人 而是这个人将来会给你造成 有可能会造成伤害 我觉得这也是拒绝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啊 真的是学会拒绝别人 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真的是一门艺术 也是因为 每个人的经历会不一样 每个人碰到的 这个社交圈也是不一样 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泰国也是 就是你也会碰到很多 不一样的国人 所以真的 生活当中一定要跟阿妩一样 学会拒绝 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 还有对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其实我们在亲爱接触的人 已经很少了 但是我们的亲人 相对来讲 比方说同学 相对来讲 关系比较近的一些朋友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 你的亲戚朋友说 你看你 你这么大年龄了 你为什么 不要不结婚呢 你看你 你为什么不生个孩子呢 在你为什么要选择 在那个地方生活呢 你原本就可以 比如说你原来的工作很好 为什么你要选择 现在让别人觉得 他们认为很不好的工作 但如果你 觉得别人说话的 说话说的对的 有道理的话 那么你极有可能 就违背了自己的一个内心 顺从别人的意志 其实这也是 不会拒绝的一个 一个方面 我们的三观 是我们自己的成长 我们的见识 我们的学习 积累起来的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 听七大姑八大姨的 他们的建议 不拒绝 接受他们的想法的话 我觉得你的三观 就被别人认定了 被别人去定义 你的三观是什么样的 其实真的也就是 不好好爱护自己 你总是随着 别人的价值观而游离 或者听别人 做一个好好先生 或者要做一个 好好女士的话 对啊 就其实是绑架了 自己的道德观吧 每个人都不要去决定 别人的人生 比方说我们在 我们在清卖 就会有很多人说 哎呀回来 回来吧 其实大家 其实都是好意 可是这个生活是自己的 你自己有自己的体会 你有自己的选择 然后有自己 该接受的 该拒绝的东西 就没有所有的事情 都是完美的 但是 关键是它符合你的内心 能遵从你自己的内心 然后让自己 变得更平和 更快乐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在哪里生活 吃什么好 是自己的一个选择 因为只有自己知道 哎呀我在这里 太不开心 对不对 如果你开心的话 你就可以待下去 那你吃东西 也是不要说 别人这个觉得 是很健康的 你就要吃 这个不营养 就不能吃 自己的身体 自己知道 我觉得这个 还是自己的选择 能否认真的 听从一下 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呼唤 我觉得这个是 我现在在清脉 待下来 我学习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当你静心的时候 你真正可以聆听到 你的内心 想要的是什么 自己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这个很重要 也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比如说你应该吃什么 不应该吃什么 或者别人认为 你不吃肉啊 不吃什么 你一定会 身体会很差啊 会缺失营养啊 什么的 就是其实 其他人都没有经验 第一他没有试验过 没有研究过 大家很轻易地去说出 他们认为的这个节目 我们该做的就是 坚持自己走的路 试验一下 如果不信 自己自然会改的 如果这个人 你觉得拒绝了他 让你很好 变得更好了 那么下一次 我相信下次 你就第二个人 你就知道 什么人该拒绝 什么时候该拒绝 对 我觉得这样提高 生活品质 节省自己的时间 我觉得太重要了 拒绝别人 保护好自己 然后让自己感觉 开心 舒服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吧 好吧 希望你喜欢今天这样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我们 然后点一下再看和赞哟 好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咯 拜拜 拜拜